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近日 四川卢州市 河江县干与郑瑞丰村的 洋女婿阿布 通过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短视频 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截至目前 阿布的粉丝已经有80万 短视频货载量超836万次 当记者见到这位 以36岁的土耳其人阿布时 他正熟练地用锄头 从地里挖出红薯 阿布告诉记者 2010年专程来中国 从事外贸生意的他 并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爱上 四川的乡村生活 由于老婆女儿 目前还在广东中山生活 但阿布表示 他正在准备 接他们回四川定居 我考虑中国农村这边 发展比较好 我们所以说相似一下 拍读音 拍了一个两个就 已经效果很好了 所以说考虑这边 这边发展 老家这边我很喜欢 一直都喜欢 我老婆都知道几个 我跟他说 我是去老家 他说没必要啊 他都无聊 但是我是去那边 那边肯定好 还有妈妈爸爸也一个人 他们也比较老 我喜欢跟他们一起 所以说现在 我们已经考虑好了 过年的生活 老婆跟女儿 他们也两个的来 来这边 我们一会儿在这边生活 割猪草 挖红薯 收稻谷 做川菜 和岳母感激等 都是阿布的视频素材 阿布的视频简单质朴 记录着他的乡村生活 也展现出四川农村的幸福图景 阿布说 他在伊斯坦布尔城市里长大 从小到大 没接触过农活 父母看到他现在 这么擅长做农活 都不敢相信 我已经发给他们视频了 他们看到了 他们觉得 因为是我说了 但是一直的 我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 我不是怕事情的一个人 我不懒 第一次我来中国 他们觉得奇怪 第一次我学中文 他们觉得奇怪 结婚了中国老婆 也是奇怪 孩子 妈妈爸爸 这些 我一直都跟我朋友们 妈妈爸爸聊天 他们觉得 已经习惯了 知道吗 因为来中国学中文 这边做生意 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太简单 那现在我来农村 他们觉得肯定搞定 阿布肯定可以弄 回忆起八年前 初次到访瑞丰村的经历 阿布告诉记者 那是没有直达的道路 近村需要从对岸坐船 再步行一个多小时 遇到雨天 裤子和鞋上 全是泥巴 那个时候 比如说 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路 你哪里到哪里 必须要走路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 跟我朋友他们也开玩笑 那个时候的啤酒 我觉得好喝 因为你自己要背过去的 真的 现在比如说 你这里 你冰的什么的 全部都有了 那个时候哪里有 还有网路没有 什么都没有 确实没有 但是我很喜欢 我那个都喜欢 那个时候 因为 很自然的 你知道吗 阿布笑着说 现在硬化路 修到家门口 村里就有超市 新房子也修好了 做什么都很方便 在阿布看来 中国乡村不断发展的同时 其充满人情味的温暖本质并未改变 邻里之间的真诚情意 让他十分动容 在阿布发布的视频中 时常出现与村民打招呼的画面 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 没有一个国家 比如说 你住村里面 对不对 你旁边的邻居的 你都不认识 我在中乡住了那么多年 我都不认识 我们旁边谁住的 这里呢 这里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这里走路 每一个人都看到门 都说过来叫吃饭 这个地方全是我的亲戚 平日里 阿布还常常将自己在中国 在四川农村生活的点滴 与远在土耳其的亲朋好友分享 阿布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他计划 同时制作土耳其语 和英语版本的视频 从而让更多人了解 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 准备我们国外那边也要发 那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别人没有看到吗 我觉得我们拍的视频 是很自然的 这个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必须要另外一个语言法 要么英文要么土耳其语 所以说我说准备的意思是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拍中文 再来拍一次英文 差不多这个意思 国庆假期 阿布没有给自己放假 但却买了一个生日蛋糕 和岳母一起庆祝新中国的72岁生日 10月5号 阿布还为专门回到乡村的女儿 准备了蛋糕 与当地的小伙伴们 一起庆祝了其7岁生日 通过阿布的视频 不少人在认识这位勤劳风趣的土耳其女婿的同时 也对当地产生了兴趣 表达出购买农特产品和到当地旅游医院的网友比比皆是 如今农村生活越来越好 中国政府还不断发展乡村 推动乡村振兴 阿布说 自己将坚持用视频记录乡村生活 年轻人必须要多做一些事情 让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